翠芝雙蛋 早晨 今天是2021年8月25日星期三 我自己來享受這杯 就是寶梨菊花茶 很香的 Billy又來了 做早餐給她吃 我就是雙蛋 我先切好蕃茄 雙蛋 現在我打蛋進步了 以前很害怕 打不到 打爛了 現在我進步了 兩隻雙蛋 我煎蛋 因為我一般 我又不懂拋鑊 我煎蛋的方法 將它推一下 推一下 它會滑 下面有小小洞 不要太洞 上面是滑的 但如果你是煎什麼蛋 有時蛋黃 吃得很混淨 掉了 我現在這個方法煎 又不會說蛋黃會到處滑 它又滑得來 又不會滑蛋黃 吃得很乾淨 不會混淨 之後我加一些杏仁 是冒衣的杏仁 很有益 如果牙一般 都是沒問題的 那些番茄 我首先就切了它 細粒一點 到時自己一個叉就完成了 不用又說刀又成 又多洗一些東西 你知道我經常懶得 盡量不用做那麼多工夫 亦都得到容易吃的效果 最後呢 我就要加一些胡椒 黑胡椒裡面已經有海鹽 一切過就完成 就是這道菜了 Belly Enjoy 這道菜 這是煎雙蛋 就是不會很多的蛋汁會流 吃得混淨 是 番茄 番茄 熟番茄 就是有液過生番茄 是的 這道菜是補液的杏仁 有液 而且它不太硬 就算是一般的 都可以的 是 好香 這道菜是補梨菊花茶 挺容易 你看它這麼深色 但不怕的 是補梨的心色 補梨的心色 OK 那你就Enjoy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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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給各位 谢谢大家